所以修行时间不在乎长短 念佛不在乎多少 真心念 清净平等 真诚恭敬 一天念个十句二十句 不算少 没有真诚恭敬 心里头还有贪嗔痴漫悉 一天念十万神 也本来没有效果 所以 欧耶大使 全念佛人 一念十年 必定的神 将求念佛的时候 用心 他说 能不能往生 在幸运之有 往生到极乐世界 品位高下 在功夫的深切 没有说多少 那个我们就念佛 念佛功夫的深切 功夫深的 念一身十身 敌对人家 念一万身十万人 他不一样 那 神是什么意思 真诚心 恭敬心 没有丝毫怀疑的心 这 神一心 这个重要 神一心也就是 真诚心 真诚的善良心 除师待人 结福 一心 无二心 有人说 我念佛用这 真心 我待人的时候 用往生 人家骗我 我也骗他 那全是往生 那念佛怎么会是 是真心 一真 一切真 这个检验的标准 张家大司 穿过我的 要我自己 反省 检查自己 是不是真的 这个金 是真懂得了 真懂得了 你做到了 你没做到 没懂 不要以为懂得了 没有做到 就是不懂 怎么办 再深入 也许深入 一年 三年 二十年 真的明白了 真明白了 自然 就用在生活上 也丝毫不勉强 用得很自然 不是真正透彻懂得 纵然用他 用得很勉强 用得不自然 老师 这个教会 影响我一生 我能功夫 你年往上提升 靠这个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我知道东西 没有隐瞒 我再跟大家 做分享 我全都说出来 没有丝毫保留 常常有新的发现 有新的误入 我都说出来了 我希望每个人都好 每个人都能够 断悟修宣 每个人都能够 得 清净平的心 常常有无处 常有无处 就常常有发喜 欢喜心 先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